来北京的最后一届大事 直奔四季名湖吃正宗的北京烤鸭 走 他这个一进膜都能看到烤鸭 是在这儿烤的 我看起来太诱人了 我们是两点多来的嘛 鸭子已经卖完了 现在先做需要50分钟 所以送了我们一碗 蓝豆黄 正宗的烤鸭都是师傅现场变的 他这个根儿留着我都吓死了 鸭皮看着好脆 还有介绍 这种包包的话就硬而出嘴巴 他的鸭皮真的是特别油亮油亮的内容 现在趁热把鸭皮上去白糖吃一下 这皮真的是入口即化 一口一点的胡逆 反而有那种油脂的香 它真的满足了我对北京烤鸭的期待 哇 它是一张饼皮 是夹在池里面的 好贴心啊 爱到小哥教的再来一遍 它先来两片 这种葱丝真的很细致 直接一个婴儿包 这鸭肉好紧实啊 第二种施法是铺了一层串泥在下面的 加了一点蒜泥和稍微有一点分类上的差别 但是不是很大 它这个山楂和宝块水都是单独吃解腻的 它下面包着一张纸还挺有用的 锅着也不会弄脏手 鸭子真给我吃美了 蜜植酥皮虾它虾是这么大够的 补了一下衣盘里面有10只 外头这壳我觉得能吃 它入嘴里头是甜的 这炸超级酥脆 虾肉很嫩 这个可以连虾桶一起吃 来尝尝一个精力抱索 很嫩很清爽这个做法 加了麻酱胡乳和蒜泥 但是味道都很淡 我吃习惯天津那种麻酱加很多 再吃这个就感觉很清爽 杏仁豆 上面加的是桂花酱 看着挡挡的老嫩了 它含了一朵云在你嘴里碾雕 这个味道特别的熟悉 露露杏仁物的味道 来着老北京的经典小吃 豌豆火上尝尝 这豌豆的味道好多 绵绵沙沙的 不愧是工田小吃 看真正 今日消费三五 我整个没有踩雷 而且这个烤鸭特别符合 我对北京烤鸭这四个字的期待 而且公众号也能排队 下午野部B餐整体的体验感很好 霍湖布宫殿除外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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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3 4 5